试验成功使飞舰三型导弹防御系统名声大噪 并使它即将成为以色列武器库中最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 去年的一次类似的试验没有成功 设计人员说那是因为拦截目标不属不当 飞舰三型今天上午试验成功 进一步证明我国国防安全生产技术能力先进 这一次是显示以色列空间技术业界能力超群 按照设计飞舰三型导弹的火箭飞出地球大气层 然后弹头与火箭分离 变成所谓的杀手飞行器 可以追踪和击中迅速移动的目标 在如此之高的高度击落目标 意味着可以轻易击毁携带核材料或生化材料的导弹 这一系统是以色列国有的空间技术行业 和美国波音公司联合开发的 去年以色列遭受从加沙地带发射的火箭的袭击 很多火箭被设计来拦截短程火箭和大炮炮弹的防御系统拦截 以色列随后发动了致命的攻击行动 导致2000多人死亡 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 随后采取其他袭击方式 其中包括零散的枪击 刀伤 开车撞击等 星期四 一辆汽车在约旦河西岸冲撞一群以色列人 导致四人受伤 其中一人伤势严重 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令人担心是否会出现新一轮的巴勒斯坦人大规模暴动 穆斯林和基督徒在拉玛拉举行示威 要求在即将到来的节日中保持和平 基督出生在我们这里 这是和平的土地 希望和平降临这个地区 让我们能像其他人一样欢庆节日 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幸福 在这个多市的地区有一家人家今年感到特别喜庆 因为家里有人在埃及被关押了15年之后获释 阿拉伯裔的以色列公民乌达塔拉宾先前被判定为以色列充当间谍 并被判处监禁 但是他否认这种指控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